好那承恩除了台美之間軍事合作之外 紐約時報事實上專門討論了 台美的經貿的這一個合作 台灣不但在西太平洋 軍事情勢中心地位 這美國的現在貿易政策 也到了中心的地位 那這一天我們紐約時報的專文 在台灣相高度相關 所以我們來仔細的看一看 我們的謎題就是從這件事開始 AIT在八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就宣布說要進行 美國的國務院要跟台灣進行 台美經濟商業對話 並且要派這個國務院的次卿 克拉克來到台灣 然後呢他需要做什麼事情 供應鏈重整 特別是醫藥跟科技的 把它帶回美國 然後在投資制裁基礎建設能源方面 要跟台灣有新一步的 進一步的經濟合作的 但是克拉克在九月十九號來之前 他的新聞稿就沒有提到 經濟跟商業對話 只說要來參加前總統 李登輝的追思禮拜 所以大家就在揣測說怎麼回事 這件事情就是說內部有些爭議 爭議的來源就是這個 就是貿易代表屬USTR 他的這個首席代表官 就是在萊特海澤 然後呢這篇文章特別就寫 他的標題叫做說呢 萊特海澤擔憂任何會激怒中國的舉動 並且說他過去是一個抗中的一個領袖 現在變成一個護中請中的一個領袖 這件事情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我覺得對他是誤會了 為什麼這件這個報導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說美國現在的行政部門跟國會都支持美國跟台灣來談FTA 就是貿易自由協定 但是呢中間最大一個障礙障礙就是這個貿易代表屬貿易代表屬最大的擔心就是說 因為中國跟美國已經達成第一階段的貿易的這個協定 中國要大批的向美國採購農產品以及讓開放市場 那麼他擔心說跟台灣做這個貿易談判的時候會激怒中國 因此呢有一些部會在反對 部會反對除了這個貿易代表屬外 還有呢就是這個財政部 還有就是這個農業部 那麼相對來說 國務院國安會國防部跟商務部都支持 所以這雙方顯然喔 對於要跟台灣合作到什麼程度 會不會激怒老共 雙方事實上有程度上的意見差異 沒錯有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一個一個層面來看 就是說美中的貿易協定現在履行到什麼程度 這件事情大家倒是同意的 就是說他答應要買一千七百多億的美國農產品跟科技產品 但是到目前只執行不到三分之一就五百多億 然後現在但是萊特希澤就是說 他會執行他一定會執行 然後呢這個事情是十月一號的時候 有五十位兩黨的眾議員參議員 寫信給萊特海澤說 請你來跟台灣做進一步的貿易協商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已經把美豬問題給解決了 然後呢供應鏈來說 我們現在要乾淨的科技 要乾淨的晶片 台灣是可靠的夥伴 而且呢跟台灣進一步的合作 可以減少美國對中國的依賴 所以請你來做 但是萊特海澤過去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美豬的問題沒有科學證據等等 那現在就是說中國的這個貿易要需要執行 另外我們要看的是還有一個內幕是這篇報導說的 兩方呢說有大吵一架 說萊特海澤跟龐佩奧大吵一架 但是現在兩方都否認 說都是空穴來風不予評論 但是川普個人呢 其實跟萊特海澤是非常信任 而且非常接近 那我們以前波頓的書也就是說呢 他比較說台灣好像一個筆尖 那中國好像一個桌子 那萊特海澤的為什麼在貿易上面 跟川普一拍即合呢 因為他的出身背景 他是中西部人 他是二海二洲人 所以他親眼見到美國製造業的衰敗 所以呢他也在做律師的時候呢 不斷的對日本 就是說去做鋼鐵的這個傾銷稅的官司 所以他是一個抗日的這個過去的律師 他雷根的時候是貿易代表署的副代表 2018年的時候 因為他跟川普非常的合 所以他立刻被命為首席貿易代表 而且呢在東亞訪問的時候 這跟著川普每一個地方都是在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何解讀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說這不會有期間是正常的 但是抗中的目標 我覺得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如何抗中 雙方是有期間 那麼國務院當然說 是跟台灣更進一步來抗中 但貿易代表署其實是希望透過貿易談判 跟這個現在的旅行 然後改變中國的行為 也就是說他特別是要針對中國竊取科技的行為 現在只是第一階段 後面還有更新的階段 所以中國不要以為說買完東西就沒事 或者說你可以一旦不斷用買產品 然後來影響美國的貿易 所以呢我們幾個結論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呢 有人認為說外交 貿易是外交的一部分 像國務院是這個看法 但來自海澤呢不是 而他也則認為說最重要是美國利益要優先 美國的工作要帶回美國 也有可能他們覺得選舉後再來翻臉 也有可能 因為選舉前的話可能豬肉繼續買 然後那個美國牛繼續買 然後買到這個投票嘛 那買好買滿買到保 但是選後翻臉的機率就很高 那更凶狠的可能選錢直接翻 因為反正你買的也不夠到位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十月經期還沒過完 然後另外就是台美現在雙邊 選舉就是他等選後 而且呢重要的就是說 萊特海澤能不能續任 當然川普能不能當選 萊特海澤能不能續任 然後看說這個進一步 他們對中國的貿易態勢是什麼 然後再去決定台灣的角色是什麼 好我們稍後回來